一分钟带你了解本剧精彩内容 于显阳决意离开苏州 钱蔓原依依不舍 虽将心爱的怀表相赠 并把自己的小象镶嵌在其中 而于显阳则回赠他一方手帕 那是他亲生父母留给他的唯一物件 于显阳和贾老道已埋伏到位 飞机准时降落 眼见穿黑泥大衣 戴宽颜礼帽的目标出现在视野中 于显阳扣动扳机 一枪将其射杀 寒山寺因松景要在此处 为朝乡公酒宴举行交杯仪式 故乌润官奉小秋之命 带着民工前来搭台 钱蔓原远远看见 心生闷气 当即吩咐小沙迷长光将乌润官叫来 他要当面质问他 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狗 陆军医院又是怎么回事 是凶手的一个铜档 劫走了三支叛逆系列 不过请司令官放心 杯子已经掌握线索 正在权里紧呢 如果仅仅是这点小事 那就用不着大惊小怪 问题在于 最近的一系列案件 都与武汉的那些特工有关 正因为那些特工 把上海搞得乌烟瘴气 才迫使我们 把谈判地点改在了苏州 是 不过学生已经查明 凶手的援敏 叫于显阳 是中央军八十八师 二六二旅的逃兵 所以跟武汉的特工毫无关联 是这样 九炎王又来电了 二十七号抵达苏州 我想把谈判的时间定在二十八号 具体的谈判地点 你准备安排在哪里 都已经安排好了 就在先兵队二楼 窗户都已封闭 附近的街道一律戒严 绝对万武一时 很好 此次谈判意义重大 绝对不能出任何差池 是 小丘科长 你心里很清楚 九炎王此行的目的 是罪翁之一不再久 而在于寒山寺的那块石碑 所以在会谈结束之后 我们要搞一个 隆重的交碑仪式 然后 让九炎王风风光光地 把这块石碑运到日本 先生 尽早安排 不要动用军方 免得让那些讨厌的记者 勿势生非 便遭舆论 卑职明白 那就 任维之会具体操本 可以 虞大哥 我想送你一样东西 虽然这块表样式老了一些 但走起来还是蛮准的 这么贵重的东西送给我呀 那我不跟你客气了 本来也想值班一块 可满兜的钱 连买车票都不够 你怎么也不打开 看一看呀 万一他又是不走了呢 走啊 你听 滴滴答答地想着呢 你可 你可真是个猪头三 二爷姑娘 我这都要走了 就给你留下这么个印象啊 原来是里边藏着个人呢 还是个大美人 那你要不要 不要就还回来 要啊 哪有送出去的东西 还有收回去的道理啊 这我得好好留着 那我不能白送 你得跟我交换 二爷姑娘 不怕你笑话我 我这浑身呢 没一件值钱的东西 就那么一把枪 还落到鬼子手里了 那你就没有别的吗 比如说 比如说手绢什么的 你是说这个呀 你要是不愿意就算了 何元 这是当年 我弟把我包回家的时候 我身上的一块手绢 可能是我亲爹亲娘 留给我的唯一一件寄人 还有一句诗 唯有别识 今不忘 目焉疏雨 过风桥 所以我可能跟你一样 也是宿主人 玉大哥 这个太贵重了 你还是收起来 这个我不能要 这有什么贵重的呀 要是不嫌弃 你就收着 我留着她 夜市相等以后 看能不能帮我找到 我亲爹亲娘 不说了 说了也没有用 我这一走啊 还不一定生死呢 可能哪天 我就躺在路上了 还不如留给你呢 到了清明的时候 看到她 你还能想起我 不行 我不许你死 别忘了 你还有亲生父母没有找到呢 哪能就这么 再说 你在苏州还有我这么个妹妹呢 你就不过来看我了 阿元 阿元 你别哭 我 你看我这张笨嘴 好 我答应你 我好好留着我这条小命 都有一天打仗赢了 我就回来看你 看我这个妹妹 你说话算话 算 于是主 钱姑娘 长光 你怎么又回来了 鬼子来了 大师让我来告诉你 一定要藏好 千万别出去 走 小心点 小心一点 慢点 小心 好 客长客下 我看 我们应该做一个箱子 把它保护起来 有木箱 杜月君 不错吗 动脑子了 谢谢客长客下 任官 联合尺寸 做一个箱子 客长客下 我马上定做 住手 都给我住手 住手 你们 你们这是干什么 大师 大师 请稍安勿躁 我们只是来测一测这块石碑的重量 方便以后抬装运走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此碑乃我佛门至宝 你们休想打他的主意 大师 这个由不得你 对了 来 你们二位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寒山寺德高望重的静远大师 而这位是我们苏州商会维持会的会长吴炳荣先生 这是他的公子 即将担任我们苏州治安队的队长之职 见过静远大四 不敢当 吴会长光临闭室 不知有何指教 这个 大师 寒山寺这块石碑能到我国参展 是那日中友好一大善举 为此 我大日本帝国朝乡公九眼王 不惜专程来苏州 亲自交接这块碑 所以 松井司令官决定 要在您这里 举办一个隆重的交接碑仪式 阁下此言荒谬至极 你呀 试问这普天之下 何来巧取豪夺之友好 哪有杀人放火之共荣 大师 我国有一句俗话 换从口入或从口出 你以后说话可当心一点 阿弥陀佛 本国也有几句俗语 所谓天作孽有可恕 自作孽不可活 阁下还是好自为之吧 我们说的是一个意思 也罢 我不想和你在这里做一些无谓的口舌之争 总之 寒山寺的交接碑仪式 就用吴会长一手操办 希望你到时极力配合 吴会长 你是苏州人 总该知道我寒山寺的卑咒之说吧 在下有所耳闻呢 唐朝五宗皇帝留下千年恶咒 凡克此卑者 谢此卑者 祭此卑者 皆痴狂心乱 必将决凶 你说什么 卑州 客长大人 据我所知 这苏州确实有几位先贤是因为紫卑而上升的 所以这个卑他 我一直以为您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大师 没想到 你竟然用这种无稽之谈来愚弄你的信徒 你不觉得太荒唐了吗 阿弥陀佛 大千世界自有诸多玄妙 冥冥之中也有六道轮回 而等若是罔顾善恶 一意孤行 那就趁早自喜多福吧 阿弥陀佛 北正 阿元 大师拖的这件事情不能再耽误了 等鬼子一走 赶紧你扶我到作坊里去 马上开工 杰师傅 你要刻背啊 不用跑那么远 我把食材给你抬到院子里 何况 你还没恢复好呢 再养两天吧 这件事情不能再耽误了 一分钟都不能歇着 这件事情得赶紧办 可你现在的身子骨怎么去干活呀 于大哥说的对 磨刀不务砍柴工 等你养足了精神 再一口气把它干完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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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道 我还真得跟你说一点事情 这个老道磨磨蹭蹭的 可不敢耽误时间 你们出了扶门 还有在迷路桥换船 这一去一回 就是两三个钟头 那我就争取五饭钱赶回来 不行 不是争取 是必须 要不然让这小子又跑了 可以 好 到时候打一个平台 司令官和九眼王又上台讲话 记住 主一台下面的座位次序 要主次分明 因为九眼王是皇室中心 非常注重礼仪 是 吴会长 你好像心不在焉啊 这个嘛 那个 我觉得这个交接仪式 你还是另请他人来仇备吧 我这个才干有限 怕是到时候力所不及 不会是被那个卑咒 吓破胆了吧 这个鬼神之事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的 你呢 你也相信这种鬼话吗 我 在下绝对是崇尚科学的 绝对不相信这些迷信传说的 那这些工作就交给你来负责 记住了 到时候有很多记者到场 所以要尽早布置 早日晚过 是 在下明白 吴会长 26号那天 你组织本地的名流 跟我一起到机场迎接贵宾 这件事 应该不会被诅咒吧 没问题 我一定败 一定败 你爸爸 你爸 我爸爸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郭家贵 从你一进屋就这么来回走着 我头都晕了 大哥 这无线火车站一天有几趟火车 几趟 你以为是从前 这沪宁县停了好几个月 才开通一天就一趟 而且里面挤得是一塌糊涂 现在也不叫无线站了 日本人改名叫苏周易 那这下午几点能到啊 没准 昆山那一段还没修好 现在火车从上海开出来 要先走护航 然后再走苏家 再开到这里 要下午四五点钟了 四五点 没准来得及啊 来得及 什么来得及啊 这个 怎么个情况 老道 说话呀 到底怎么个情况 我能目测了一下 从伏击地点到机场大门口 大概的距离应该是三百米左右 这么远的距离 能看清一个人就很好了 还要一枪一个 不大可能啊 那如果说把我们的伏击点往前挪呢 挪不了 日本人设立了警戒线 搭了铁丝网 而且过了警戒线以后 就是一马平川 根本没有伏击的地点 警戒线 那这样说来 只能在三百米以外开墙了 你不要看我啊 我这个 这个一百米以内 我也只有六七层把握 现在这个三百米 三百米的话 是非得要那个叫什么狙击手才可以 狙击手 你竟胡说 这时候我上哪找狙击手去 也是 你看那个 那个余显阳怎么样 谁 余显阳 他倒是一个挺合适的人选 那小子是个滚刀肉 我们这么大的事怎么能交给他来办 这都什么时候了 不要讲他是滚刀肉 哪怕他是切不动煮不熟 嚼不烂 卡拉皮带板筋 这该下锅 他也要下锅了 是吧 你们两个人唱双档的 还没学呢 来 曾先生 我真没有跟你唱反调的意思 那个小子现在人在哪里 在寒山寺 他什么时候走 今天下午火车 几点 三四点吧 那我们还等什么呀 去给他协会了 前师傅 你吐血了 叫你别着急 你非不听 看 吐血了吧 你呀 这就叫做欲速则不达 长官 这件事 你可千万别告诉大师 我呢 就是一口气没喘过来 歇一下就好了 阿弥陀佛 前师傅 你这就有点为难小僧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们出家人 是从来不打狂语的 阿弥陀佛 好 余大哥 怎么了 怎么了 我爹吐血了 在哪里 这边 爹 爹 钱师傅 你没事吧 没事 就是有点咳嗽 算了 没什么事 晨光 赶紧去告诉大师 请个大夫来 好 别 别去惊动大师 没事 没事的 钱师傅 你现在身体不适 该看大夫就看大夫去 该吃药就去吃药 你别以为你皮外伤就好得差不多了 但你看你现在还咳嗽 还吐血 那就是内伤还没好 得让大夫好好给你看一看 不能总这样咳嗽咳血 张光 大师 曾先生 他们都在这里 不认识你呢 剑锋 钱师傅 你怎么了 剑锋 你没事吧 没事 不行 走走走 贫僧扶着你到禅房去 谢谢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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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随大师过去吧 走吧走吧 真的没事 你这个样子是不行的 到禅房休息一下 阿元 你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扶你爹去歇着去 我这里还谈正事呢 我就在这里待着 也不妨碍你们 怎么就不妨碍了 怎么这么不听话呢 真是跟什么人学什么人 郭长官 要说我你就直说 别管完磨脚的 郭长官 你就让阿元留下吧 正好啊 可以给我们做一个见证 就是 我得做见证 你做什么见证啊你 说好了 别插话 过来 你不是说办完前师傅的事情 就到我这里来赴京请罪吗 我本来是打算去来着 可郭掌柜说你现在正在气头上 我一想你动不动就爱掏枪毙人呢 万一我去了一枪毙了我 这个时候还是替人劝吃饱饭吧 所以我就暂缓了 我说你小伯 这转脸就把我给卖了是吧 好 你可以不去找我 那我来找你 上校去遵旧杯 在下不胜惶恐 还请上校严加训事 你不用跟我油嘴滑舌的 于潜阳 于少尉 有余句话我曾经问过你 现在我再问你一遍 你愿意不愿意留在苏州 加入我们的情报站 现在和我们大家一起并肩战斗 你是说让我留在苏州 对 八十八十二六二旅 客户营上位排长 于显阳 愿意 我现在问你几个问题 如果答对了你就留下来 如果答不对 回去找你自己的部队 你这不是在逗我吗 我是上过几天军销不假 但我没念过几本书 你让我搞搞枪搞搞炮还行 考我什么知乎者也的 还是别让我丢这个人了 我不为难你 你不是说抗战首本你能够倒背如流吗 我问你的问题全在这本手册里 那行 请出题 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军人独训 第五条是什么 严守纪律勇敢果决 不容有废齿敷衍之行为 军队内务规则第一条 什么是军队的命脉 军纪 陆军刑发第三条 阵前违反长官命令 或不遵守纪律者判处死刑 战时军力第四条 凡违抗长官命令 我不遵守纪律者判处此刑 回答得非常准确 上校 我知道我前一段时间 犯了很多的大错 跟你们添了很多乱 但只要你答应我 让我留在苏州继续杀鬼子 我向你保证 我以后只会增光 不会添乱 我还有最后一个要求 当这大伙的面 给我做一个 确切的保证 严守纪律 服从长官 爱护百姓 奋勇杀敌 驱逐日寇 争取胜利 能够做到吗 能 明天上午九点 到书场来向我报道 别斗 官长官 我们走 行了 小的 军校没百毒 我还真替你那把汗 走吧 我那里给你准备了一瓶三白酒 还有一斤马永斋的酱牛肉 你就带着肚子来办 一斤不够 我去给你买 于大哥 你真想留下来吗 那当然了 为什么 我那两个仇人 杀我家人那两个鬼子都在这里 我能找得了他们吗 那就没有别的原因 别的原因也有 那就是刚才我看你看着我的那个眼神 我就明白了 不跟你讲这个了 对了 那块手卷你还准备要回去吗 那我都说了 给出去的东西不能往回药 你想把怀表要回去 我才没那么小气呢 这水是给你 这水是给你 怎么回事 让我再说 你看这个天气 风呱的呜呜叫 有把握吗 这个天气 真不好讲 于老弟怎么还没到 没有那么快 不是讲九点 这时候刚刚出来 余大哥 阿元 要出去 你过来 这两天变天快 我给你带把伞 不用 在这儿累着 万一下雨怎么办 我倒不怕下雨 就怕它刮风 那什么 我先走了 我跟你一起好了 快点快点 下车下车 快点 快点快点 统住快点 乌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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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台子搭哪里 东西都拿齐了 快点快点 正队台机 一米高四米接方 快点快点 那地方 开始了开始了 可是正队的风口 这前脚搭起来 后脚就给吹跑了 快点快点走 那就不关我的事了 你找人找料 开始干活了 快点快点 要是耽误了日本人的工期 那掉脑袋的 不是我 是你 日文官 他来这里干什么呀 我听长方说 小鬼子要在这里 搞什么交杯仪式 他是来打台子的 看来他是铁了心的 要做汉奸了 赶紧回去吧 让你爹别出门 小心让他赚钱 我晓得了 那你也小心点 你也没想到 好吧 你在这里 好 你可否 温度 你可否 你可否 有点 你 在这里 你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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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战阁下 那个信号这两天 已经完全消失了 会不会 他已经离开苏州 他早不出现 晚不出现 偏偏在这个时候浮出水面 我相信 这绝非偶然 可是 他确实已经消失了 要有耐心 风雨之前 总是宁静点 是 怎么把分车推演来了 这是大先生 特意为我们准备的 假的 隐蔽性非常高 游老弟 你看外面这天气 怎么样 你把握大不了 只要这下午风别太大 就没问题 要把你全身的本事 都给我使出来 你要知道 我们现在是健在弦上 放心吧 我下午把风速 和弹道偏离的因素 依靠了一军权 这点想事 也就用我两成功力 长官 我这里调试完毕 随时可以发报 好 现在我们这表 现在时间是八点五十五分 北平方面 应该准备就绪了 来 国兄 开始吧 好 电稿王天牧 陈一新 我方已准备就讯 北平方面情况如何 静一小时以后 回电告知 长长 那个信号还 注意出现了 这是一部少见的 带空力电台 发报位置在我们的东南方向 距离我们大约五千米 东南方向五千米 出发 是 一个上 大先生 您说这个风会停吗 除非下一场雨 是 雨一下风也就停了 来 咱们各自行动吧 好 好 好 我在家里备好酒水 等你们凯旋而归 走吧 走 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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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中 满坡 快报 快报 科展队下 颠簸信号就在这附近 等 一定还会再出现 是 读图快点 走 注意警戒 探索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北平来电 以确认表舅身份 美组品次十二岁 中央大学教授 中央法治委员会委员 回电 来电器 万告之表舅 项目体态 身高穿戴 一边接战 小修科长 信号出现了 身人为了什么 部队也科长阁下 怎么了 这次是西北方向 距离我们八千多米 混蛋 这些家务在搞什么鬼 开过去 你们俩把空车 推到马上过去 是 春雨啊 我和郭长会走秦明路 你走白塔路 然后咱们再起跑店旁途 行 我现在就动身 曾建长 走吧 往这边 曾先生 我看你不像马洋片的 倒像是一个耍猴的 什么意思 你看 你把小鬼子给耍的 东一趟 西一趟 我还告诉你 幸亏咱们配了这个首要发电机 不然的话还真不好办 你别说 我们游击队要是有这东西 那就好了 省得你说上级来一条命令 我们得好几天才能收到 等接到命令以后 仙仙 我明白了 等这次任务完成以后 我把全套的东西都给你留下 真的 真的 说话算话 算话算话 那好 到时候我把你名字刻在一个木板上 天天给你烧香 得得得 还是刻你自己名字吧 我把你名字都给你留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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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2 2 2 3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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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 4 4 5 又是这里 科长阁下 是否立刻展开搜索 不 手术带透 是 你看 郭长官 怎么才来啊 咱们赶紧把东西卸了 老道 进去之后把天线指上 来 走 紧紧 是北平 郭兄 把设备收好以后 赶紧送回书厂 好 显阳 老道 你们的装备要不要再检查一遍 我们都检查十遍了 长官 表舅仪起乘往机场 黑泥大衣宽边礼帽 威炮身高约1米75 记住了吗 黑泥大衣宽边礼帽 记住了吗 宽颜礼帽 黑泥大衣 什么 黄泥大衣宽 我 你自己决定 我自己决定 你决定 你自己决定 那我们该怎么办 传机就要起飞了 先回去 是 你们不要着急啊 再等一等等一等啊 等一等没事的啊 不要着急 马上就到了 是吧 这不是来了吗 快来看 来了来了来了 让一下了啊 来了来了 来了来了来了 casual 来了来了来了 客长客厦 不是讲好了去机场接贵宾的吗 我们什么时候走 这就是你请来的当地名流 他们都是苏州市各行各业的代表 好吧 稍后会有专车送你们的机场 你们在此等候 余老弟 有个故事不知道你听过没有 你说 当年六祖惠能下山的时候 那天也是刮着非常大的风 两个小和尚在争 说是到底是风动还是帆动 你猜六祖怎么说 六祖说 既不是风动也不是帆动 而是你的心在动 你是说 只要心静了 风就停了 显阳 我相信你 凭你的本事 一定能够完成任务 放心吧 这件小事 踏踏实实的 突然冒出来一个电台 别别在这个时候 你是说 这件事跟此次会谈有关 那当然 大功率发宝机 专业的发宝人员 还配备了首要发点机 并且随时转移电点 整主吉祥表明 速入城里面 隐藏着一个极其专业的情报组织 那我们该如何应对 十一之子 也只能严防死守 还是那句话 石桥也要敲着过的 帮个开战 北冰来点 专机已经起飞 独便局 在 我们去机场 鱼老弟 鬼子来了 鬼子来了 看 快点快点 急身一点 爬下 都边局 在 如果 派你在这里打伏击的话 你会把狙击点 设在什么地方 这里地势平坦 四周都没有遮掩 只有铁丝碗后面的 那个树林有可能 这样啊 但是距离太远 至少有三百米 岳老弟 这小鬼子在比较什么呀 他在目测距离呢 岳老弟 飞机 飞机 扩张阁下 飞机快要降落了 那如果 你在那个地方射击的话 有把握一起击中 如果天气好的话 应该没有问题 可是像今天这么大的风 几乎没有可能 下车太监 一看我们是一字排开好 还是夹到欢迎好 都边局 在 你留下 组织这些人站队 是 吴会长 作为亲善使者 你要和我一起去迎接贵宾 好爹 请 你请 小刀 平时你还用什么家伙 那还用讲 当然是快慢机了 十发一缩子 凌 三百米距离 这么大的风速 你一般我偏多少 一米多怕 你打算偏多少 两米 疯了姐 来了 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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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轻轻 cie 铁 FR 市 下车 下车 快快 不好 让记者挡住了 你老弟快快快 他要上车了 陈西 陈西 拳子给你 打中了 走 走 快快快走 是文会长 快点快下 这就是你说的 几乎没有可能 要不是我在飞机上让他们换了衣服 你以为现在死的是谁 是谁 对 于向阳 一定是他 很好 你做得非常好 随即应变 当机立断 是一个帝国军人不可活缺的素质 你准备好 我很快就到 这个小秋 差点坏了我的大事 可是刚才 我还听见您在电话里 使劲夸奖他呢 这些你不懂 于是在这个时候又要保持冷静 发火熏斥下属 既显得无能 又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是出什么事情了吗 我早就怀疑 之前的一系列案件 都是武汉特工所为 果不其然 武汉特工 对 刚才他们在机场 袭击了谈判代表 天哪 那代表没事吧 小秋还算聪明 让维持会长做了踢死鬼 哦 亲子 谢谢你为我赌报 回去休息吧 我要去咸兵队 请接229 喂 你找谁 是表哥吗 对 是我 有件事我要告诉你 维持会的吴会长 不知道为什么 在机场出事了 表哥好吗 表哥 他一切都还好 那非常好 表哥的生意 什么时候做 后天 28号上午 在大湾洋行 对了 我要提醒你 谈生意的人很多 你恐怕进不去 什么情况 郁仙阳杀错人了 什么 死的那个是吴炳荣 杜碧君 在 司令官阁下完事就会到 到时候 司令官阁下 司令官阁下 怎么样 人员都安置好了吗 是 是 请司令官放心 卑职已经把灰坛代表 安排在昌门内的谢家画园 我难怪你们 对方的设计 的确是非常的缜密 先是在上海 兴风作浪 迫使我们把谈判的地点 转移到苏州 而后 他们又继续 故意制造事端 以转移我们的视线 以便 程序而入 但问题在于 我们计划 本来已经安排得 非常的隐秘 而他们 好像是无所不知 无所不想 小丘科长 是 我现在非常怀疑 在我们皇军内部 隐藏着对方的卧底 司令官 如卑职之言 敌方在人群当中 迅速锁定目标 而且 在三百米开外 一枪面中 说明 对方已经掌握了目标的 体貌特征 包括衣着装束等等 但是 这些情况 不但我们特高克 就连司令官您 都一无所知 所以 我怀疑 问题很可能出现在北平 你 你是说死内兽医 对之不改 我说你别走来走去的了 你就说 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时间是在后天 地点是日本宪兵队 也许我们只有华山一条路 你 你是想冲击险兵队 不成功便承认 不行不行不行 那 那不等于就是飞蛾扑火吗 我没有其他的办法 我要建一支甘子队 你是想拥有我的人 没办法 我手上人手不够 好吧 说说你的计划 没计划 什么 没计划 你打过128对吗 打过 当时我在上海 9月23号 敌人的一千多士兵 攻占了我们的永安沙场 当晚9点 我们的部队开始反击 60个兄弟 身上绑着炸药 浇满了火油 就像拖剑的野马一样 冲降了永安沙场 你知道我这60个兄弟 活生生都用自己的血肉质 去炸开了大门 冲了进去 面对强堤 有时候你根本就 没有什么胜算 但是有一条 只要你敢拼 就有一线圣机 别说了 说 你想要多少人 想上我 十个就够 好 好 我今天马上就走 给你选八个干四队员 八个 我可没算上你 那我算是什么 我不上谁上 那不行 这是我的任务 万一把你给搭下去 我跟共产党怎么交代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你们我们 共产党国民党的 我们现在已经合计活来 共同打日本 共同抗日 除南老爹 我们都是中国人 你说得对 我们都是中国人 要上一起上 明天朝乡公鸠燕王要做主位 是 他是皇室宗亲 代表着天皇陛下 是 另外他作为南京战役的总指挥 我想他一定很怀念南京的入城里 那就集合宪兵队在昌门外举行一个欢迎仪式 是 让他重温一下 我大日本帝国 功无不可 战无不胜的辉煌 是 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太对劲 怎么了 我们曾长官不是讲 一旦我们得手 整个苏州城都会让小鬼子抄个底抄天吗 这一路走来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小鬼子没反应过来呗 怎么着 要不我把你的快慢机拎出来 给小鬼子提个醒 去你的 不对 真的不对 你看我来的第一天 正好赶上你小子接大牢是吧 就这么点破事 鬼子都封锁城门 今天我们杀了个大人物 怎么反得安静 是啊 小鬼子转性了 怎么可能 不管了 走 来来来来 借一下 慢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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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放这里 来你看 这是肥皂 摇 电池 还有蜡烛 都齐了 都齐了 你说你真是 真要当掌柜 你啊 你是宝汉子不知恶汉的鸡 就这东西啊 拿的杨城湖 我那帮兄弟啊 这辈子他都没见过 那这花布是 老爹 我也不怕你笑话 我那媳妇从过门到现在 也没穿上一件像样的衣服 这不 给她做件花衣服 好 藏老爹 那两个兄弟回来 你打算怎么安顿呢 家老道呢 让他回上海 我不想让他再陪着我 于显阳 我更不想搭上他 暂时持久 将来需要他的地方还非常多 你又不是不知道那小子的驴脾气 他要是不走呢 那这是你的任务 怎么是我的任务啊 说好了这是你的任务 大家都知道 做思想工作这一块 你们共的 有独到的一套经验 你看你看你看 又来了 什么你们我们的是我们 二位长官 凯旋而归 凯旋而归 没得假 二位长官 还真不是我帮于老弟说好话 这么大的风 这么远的距离 干净利落 当的一枪 就把这个黑衣人打死了 有什么不对劲的吗 心静 封定 一枪毙命啊 我得到了最新的情报 你击毙的是维持会的会长 吴秉蓉 黑大衣宽礼帽 对啊 人乖 吴队长 请 听说最近城外开了一个新窑子 那里面清一色全都是日本女人 你个讲话 我要理你 完全听不懂的 下座 什么叫下座 你说这日本女的怎么都长成那个样子的 长得漂亮 是吧 那要就起床了 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兄弟就不想不想 我请你 好吧 什么 就凭你能进去那种地方 你晓得那个地方叫什么吗 那叫卫安所 再说了 那里面女人我都见过 一个个画得跟鬼似的 白送啊 我都不要 就是 就是 那个日本女的再漂亮 都没有办法和我们的小嫂子比的 是吧 我们的小嫂子是谁 那就是苏州城里的一个小人精 是吧 那绝对不能比的 那个小妖 那些个日本女人能跟阿元比吗 别一个一个大嫂子小嫂子 还没有过门 是吧 死早的事情 喝喜酒的时候 叫上兄弟 我要讨杯酒喝的 你这个人 你又不是不晓得 阿元他爹惹下了一滩子死 到最后我在这里给他背黑锅 俗话讲得好 心急吃不得热豆腐 等过了这段时间 我去给你帮帮忙 好吧 不过话又讲回来 这个阿元他跑到哪里去了 黑皮 你没事打听阿元干什么 随便问问 深口问一句 鬼也晓得去哪里了 我猜 回想下去了吧 钱师傅 你也太厉害了 刻得和外面那块一模一样 恐怕连大师都分不出来 长官 你有所不知 这刻碑和写字可是一样的 各有各的章法 行家一眼就能分清楚的 照你这么讲 如果日本人也能分出真假 那咱们岂不是白忙活一场 那倒未必啊 别的碑我不敢讲 单讲这块碑 它原本就是出自我祖师爷之手 不瞒 不瞒你讲啊 自到我拜师学艺那天开始 我就无时无刻 不再琢磨他老人家的刀法 所以敬愿大师才有了这一花结木的妙计 阿弥陀佛 听你这么一讲 小僧总算是放心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长官啊 你人不大 想的倒挺多啊 哈哈哈哈 唉 不想不行啊 眼下还有一桩难事 不光是小僧 就连大师他老人家也是一筹莫展啊 什么事啊 讲来听听 你是不出门不知道 这日本人要在本寺搞什么交杯仪式 还专程派那个吴家少爷来这里搭台子 你想 这么些个鬼子 汉奸 没日没夜的看着那块碑 那我们可怎么一花结木呀 长官 时候不早了 我们该做饭了 走 陪我去后山摘菜 嗯 好